18号 大陆高校师生团来到中国文化大学参观 两岸师生就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与传承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一起来看驻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淘淘切切错杂谈 大猪小猪落玉盘 在中国文化大学音乐厅的这场小型合作会上 两岸学生通过传统名乐的演奏和交流 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琴声一响的时候 我也就感觉到我们通过乐曲彼此的去交流 去联系了彼此 可以和北大的非常优秀的同学交流 而且让我感受到就是北大 就是大陆学生他们的这种亲和力和活力 来自北大的陈同学还在现场 为前来观演的马英九 即兴演奏了一曲他喜爱的大陆歌曲 可可脱海的牧羊人 这让马英九倍感惊喜 连连鼓掌 大陆的师生就问了 为什么文化大学的大楼都是以大字为开头 比如说大人馆 大城馆 大贤馆 大轮馆等等 那么这里的老师也是回应说呢 希望学生能够胸怀广阔 博文广志做大气的读书人 那么其实今天两岸高校师生的交流 非常像一场薄牙和紫漆高山流水的知音相遇 那我们也期待着他们在这里 能够以更丰富的角度来了解彼此 找到更多的好朋友 以上是总台记者发自台北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